那麼我們要開始介紹AE裡面的3D塗層的時候 我們先跟各位介紹這個常見問題 因為呢 這裡 你會遇到這個問題 各位有沒有注意過 各位還記得以前我們有用過塗層樣式 對不對 AE裡面的塗層樣式跟Fortile一模一樣 裡面有沒有一個叫做陰影 有對不對 但是你就要注意一下囉 如果你兩個都想要的話就很抱歉了齁 如果你3D的要真的有陰影 就是那個燈光打開真的有陰影那一種 跟塗層樣式的陰影 這兩個是沒辦法堅固的 那你了解吧 所以這個一定要特別注意 因為如果你沒有注意 你就會覺得奇怪 為什麼我的燈光怎麼打都不會有陰影 因為你只要有用的塗層樣式裡面的這個就不行 這個一定要特別注意 所以呢 你可以看一下 這種的有沒有 這個是所謂的下落式陰影 你如果加了之後 即使你有也沒有用 如果真的要打一盞燈光也沒有用 好這個要特別留意一下 好這個要特別留意一下 好要特別留意一下地方 所以我在這邊 先跟各位稍微提話 因為這裡面我已經有 有提過這個問題了 好提過這個問題好 所以 先打一下預防針啊 比較不會 等一下我們介紹到3D突然 奇怪為什麼燈光就沒有 來的 脖子 再看看 它 可以